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 带您走进全世界 我是崔永康 包括两岸国际大事 带您伸着火星打开视野 这个礼拜对于投资人来说 台风来了不用怕 但是金融海上还没来 已经很害怕 因为美中贸易战卡关 瞬间好像变成了货币战 全球金融动荡 另外这个周末 反送中的集会挑在香港机场 整体观察这个气氛不太一样 难道有什么新的发展讯息吗 另外大陆权力核心 北大河会议即将要登场 习近平内忧外患 除了香港 台湾 新疆这些问题之外 看来现在是印度要鸣着杠上了 俄罗斯是暗中等待机会 要咬中国一口吗 怎么说呢 我们看到这场会议的决策 要会接下来牵动 整个东亚局势的发展 我们请到三位来宾 来带大家一块看门道 为您介绍包括了有 中金院顾问 金融延续院的经营讲座 吕宗达教授 主持人好 梁永宇潭贵宾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民主党立委 郭正亮 大家好 以及前提法委员 雷倩 大家好 我们就先来看 投资人这礼拜真的是快疯了 因为人民币一下破了期 每股单日可以暴跌 快要800点了 这有人说 现在好像在隧道里面一样 怎么看都看不到 隧道尽头的那一道光芒 对于投资人来讲 如果经济体质不好的话 还可以勉强接受 但如果出现恐慌的话 那就完蛋了 我们来看现在 有很多人提出警讯 当中这一位特别值得关注 这是美国的前财政部长 他警告大家了 他认为这是现在此刻 是2008金融海啸以来 全球金融最危险的时刻 先请到三位来宾 你认同这位前财长 他讲的话吗 yes or no no 三位都说不 现在是不用那么担心紧张吗 因为这个礼拜投资票 我真的已经觉得怕死了 老师你 您财经专业你认为 前财长讲说最危险还没有到吗 应该是说这一波景气的重创 来自于美中的贸易战 但这是一个长期的冷战 它不会在短期之内出现 类似像08年这样很可怕的金融海啸 所以我自己认为还是会有问题 但不是在所谓现在最危险的时刻 还不至于 那老师我跟你就教之前 我先整理一下 为什么大家觉得危险好不好 因为看起来这一段时间 一个礼拜之内 全世界五大洲都有事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在美洲的部分 FED降息上礼拜大家都知道 不过除了这之外 南美洲很多国家出现了 像通波的隐忧 另外在亚洲的部分 人民币扁破期 日韩的贸易战芳心未哀 在欧洲的部分 英国硬托欧时间慢慢的逼近 而且德国的经济数据 这个礼拜跳出来 显示德国进入了一个衰退期 他们的数字都是 六年来最难看的一次 另外在太平洋洲呢 纽西兰央行一口气降息两码 澳币是破了十年的新低 所以种种累积起来 大家都要避险 黄金一口气标破了1500 创下六年来的新高 所以老师 五大洲都有些事情 你倒认为还不是最危险 这些金融现场反映着 是因为美国又对中国3000亿美元 商品克10% 加上人民扁破7根 美方宣布中方汇率超中国 那个是反应短期 在这几天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还 就是一个心理情绪的反应 但是还没有到 所谓最危险的时刻 有没有任何一个指标 或你观察的经济的数据 是跟当年金融海啸 有些类似的 如果我们在总体性前来 最看重的其实是直率的倒挂 就是短率在这段时间都超过长率 那美国各年期现在直率全部倒挂 目前只有这个 两年期跟十年公安直率率 还在正的 就是约7个基点 其他的都是已经倒挂 那在过往的经验 如果短期的利率超过长期 就意味着后面会出现景气的衰退 那就这个指标而言 其实跟2008年金融海啸前的迹象 是有吻合的 但我觉得也不用太紧张恐慌 在过去这历史上只有四次 美国出现这个直率倒挂 都是大概一年半 或更长一点才出现 所谓的金融风暴 所认定不是最危险的时刻 是有那个问题的迹象 但还没有走到那一步 老师的讲话 没有要特别安定 这个投资人心情的一个功效是吧 好那请教一下倩姐 因为彭博社说 这一回美中贸易战 这个礼拜的比较新发展就是 大陆方面停满大豆了 美国方面就暂停 这个华为的许可证的发放 彭博社的报道说 就是因为停发华为许可证 这一点事情上 把北京给惹毛了 所以现在要很多看到 大陆的媒体都放话说 接下来美方的做法 是完全把大陆上下团结一行 反而是这样的做法 让大陆能够更凝聚共识 因为所有之前的亲美派 现在全部没有空间了 现在没有说话的空间 说话没有空间了 好 那现在准备跟美方全面斗争 怎么斗法 这跟我上面的答案很接近 如果我们拿这一次 跟2008那时候还在线上 来比的话呢 这两个东西在起源不同 解决不同 最重要的是美国不同 起源的部分 2008完全是美国的次贷风暴 由美国本土燃烧到全世界 那它产生的问题 也是从利率开始到汇率 然后到liquidity 就是流动性 那在它的解决方法呢 那时候包括了去做了集团体 美国用量化宽松 以及增加促进这个内需等等方式 要求全世界的国家 跟他们一起去做同样的事情 那它基本的解决方法呢 都还是在经济跟金融的内部 这一次的解决方案 全部都是政治的 都是在外部了 是在政治 在外交 在国际地缘政治 甚至有那个 政量非常熟悉的这种 甚至战争边缘的这些可能性 通通都已经进入了同一个战场 所以起源不同 解决不同 可是最最重要的是美国不同了 美国以前在2000年的时候 它还是属于一个单一 友善的超级强权 在911之后 它变成一个不那么友善的超级强权 到2008的时候 是属于要求大家一起合作的超级强权 但是川普的美国是一个霸权主义 所以当美国不同的时候 他所用的手段 跟他所使用的一切的工具都完全不同 所以我刚才写No的是说 没有最危险 只有更危险 所以我说现在还不是最危险的时候 面对不同的美国现在是川普 一定是有更危险的时候 但为什么意识之间 还是有个平衡力呢 因为当时世界是一个单核的世界 只有一个单一友善的超级强权以外 也只有单一友善的超级经济体 可是现在至少已经是双核 三核的世界了 你有中国大陆做一个非常庞大动能的经济体 你有欧盟仍旧成为一个 就算有英国的脱欧 它也有一定程度的整合起来的大经济体 所以如果美国继续发生什么大的事情的时候 第一个会动的 当然是利率汇率 还有刚才你举的第五个 就是在liquidity 当这个流动性开始变动的时候 避险的工具 譬如说我还要不要用美债避险 还是我要挪去黄金 全世界的金融会有一系列的内部逻辑 但是经济本身 它有它另外一套逻辑 也就是说经济跟金融 现在是在脱钩的状态 金融上面打得火热 可是经济包括中国大陆的经济 它还有它的内部的内需市场 它有它制造业的基础 它有在整个的经济转型中间的 一系列的规划 所以经济本身并不像在过去 我们所碰到的 那么完全没有支撑力 所以固然在金融部分打得天翻地覆 但是经济本身还是有一定的支撑力 只是转换成为成长的百分比的时候 或许会慢一点 但可以确定的是 它的流动性 波动性会变得 比过往更加的剧烈 你怎么看川普说9月份 不一定要来谈呢 你怎么看川普一向都是这样 他做这个所谓的原则性谈判 他一定是把他自己的底线拉得很远 每一次都是如此 他的底线拉得非常远 拉了一个非常强的对角线 然后最后呢 在最后的时候 他会忽然之间做一定程度的妥协 所以这是川普的style 是他的风格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9月真的不谈了 好 到8月底再说了 来看人民币破漆这个事情 请教下委员 因为25年来 美国第一次把中国大陆列为 是汇率操纵国家 其实要把中国大陆列成 这个操纵国家 这个话已经谈蛮久了 而且为什么现在才做 他那个也违反自己定的那个三个标准 那最近IMF也昨天好像出报告嘛 那就直接讲说他并没有操纵汇率 那就是纯粹就是川普压加10%嘛 那还有周边一些事件 这就是市场反应 那市场反应 大概看到跌到差不多7.15左右了 后来就反弹了嘛 后来又回到7以上 那当然这个不是说 以后就不会再跌破7啦 因为也有人讲啦 说如果真的磕10%啦 那大陆如果扁到7.4 那这个10%就被冲销掉这样 所以有一个7.5这个数字的关卡 一个说法嘛 可是你如果让他扁到7.4 可能就会止不住啦 因为那是心理嘛 那是一种心理 所以他就会又再往下 所以有人甚至看到7.7 7.8这样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雷仙刚刚讲的很对啦 就是说第一有两个 绝对不一样的因素存在 让这个经济的滑坡不会 一泄不可收拾啦 第一个就是美国的全球的 经济的占比在下降 因为2008他那个时候还是No.1吧 而且领先非常多 那现在他领先中国大概只有8%左右 而且欧盟也不一定听美国的 然后亚洲内部的贸易的交流 那个比重也越占比越来越高 他并不是为你美国侍从嘛 那第二个就是 2008是有美国内在的金融的问题啦 这次并没有啊 这次并没有 而且他上次通过投资银行 然后扩散到全世界嘛 所有人都买我们的产品 那台湾也中枪啊 那这次我们并没有那种 所谓金融本质的 是不是有哪个问题 连接性的产品啦 不是你 炮泡要破 到底是哪个炮泡要破呢 如果说这次炮泡要破是要破 量化宽松的话那全世界都完了 因为那个太大了 你觉得川普跟着想要去干预FED 然后希望美约也能够扁 这是个明智之举吗 我觉得他大概已经 警觉到中国在短期内不会给他大协议啦 然后美国经济在下半年他也不是那么乐观啦 虽然他嘴巴一直在说什么最好啊最好啊 所以基本上升息停止缩表停止嘛 那他当然是希望降息嘛 那上次只降了一码嘛 因为我们节目你是我们常来的贵宾 我们也常聊到 时间不在川普那一边啊 因为他要选举啊 对 然后他又讲说9月份可以不用谈了 时间不在他那边他还可以 其实我刚刚就是要讲这第三因素 就我们刚刚说这一波最主要是来自政治动荡 可是给人家感觉都不是那种很坚决果决要占到底那种 那种政治矛盾啦 大概只有一个啦 就是脱欧 就是这个Boris Johnson会不会造成无序脱欧 那那个后果他自己都控制不了 可是欧盟到时候会帮他处理 我们也不知道 可是说除了这个之外啊 坦白讲包括智涵的矛盾啊 还有中印那个 印度跟巴基斯坦啊或者等等等等 全都不是零与一的一个 我认为都不是 尤其是川普你说是要 他的用语不是说他不准备跟中国谈了啦 他是说可能不用 他说可能 可能大家都还没准备好了 那这个意味就是说中国在九月不会给他够好的条件嘛 那他宁可不要嘛 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这样 是 那这个的意思就是他也没有要占到底啊 他现在只是双方就是 你不买我的农产品我就不给你的华为啊 就这样而已啊 李教授你来看这个因为很多人担忧的是 即便是 美中之间的贸易战 但如果变成一个货币战的话 因为货币一个货币对全世界的国家的货币嘛 如果变成这个货币战的话 全世界也拖下水 你觉得有可能升级到货币战吗 市场已经货币战 已经是了 我把那个去年3月3号开始 美方启动攻击到这里 三个阶段脉络看一下嘛 去年3月到大概11月底 当时在阿根廷的会晤之前 这一段大概八个月全部都是关税 一波一波 那么12月初两方在阿根廷会晤 初步说要和解 那中间又延了一段时间 一直到5月 事实上全世界好了 大概有将近半年 以费城半导体为首很明显 就是中美关系的温度计 那5月10号他克了 克了这25%2000亿的关税 5月16号华为禁制令 到这一段就是所谓的科技战 就是以华为为首 那么其实我认为货币战是6月就开始 为什么这么讲 6月初人行行长义刚 曾经释出一个讯息 他说人民币是一个灵活运用的工具 在内地的经济扮演稳定器的作用 这句话我就认为他 他已经当工具了 是已经当工具了 然后这美国很敏感 他话一讲完 美国财长叶努钦立即回应说 希望中方稳定人民币币值 否则会视为恶意贬值 所以我自己所界定的货币战 事实上是已经 开始 打了两个月了 一直打两个月 只是说走到这一次 随着川普又增加了这个2000亿的10% 然后 对不对 3000亿的这个10% 然后中方的这个7% 离岸战案扁破 接着马上美方宣布会去插中国 是我们大概就界定说 这就是货币战 但事实上我说 他已经打了两个月了 好 但货币战大家去对于自己本身 中国大陆来讲 也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当然我们列出三点给大家来看 不过在此之前 我先拿出一个这一位应该是委员相当熟悉的 你也是耶鲁高材生 这是耶鲁的经济学者他讲的 他说基本上 这个现在指控 中国大陆是一个汇率操纵国 是一个empty threat 空包弹 或许蛮适合的一个贴切形容词 他说基本上美国现在 要把中国大陆列为汇率操纵的话 没有任何实质上可以威胁到的部分 包括了什么 包括现在如果美国加强所有的关税 或者其他的制裁的方式的话 会得到来自于中国大陆更大的一个集中性的一个反弹 那干预市场的做法并不会成功 除非是有更多的国家 一起加入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联合体之后 才有办法去阻止人民币继续扁 要不然的话只是完全是一个空的 你对于这位经济学家 Stephen Roche 还有其他的说法你赞成 我非常同意 事实上就是他的意思说 一定要像广场协议这样 全世界联合起来对抗日本跟德国 是 那这次欧洲显然就是不同调嘛 比如说中国实在很聪明 他事实上是降低欧洲的关税 然后降低日本韓国的关税 那只跟你美国对干 那然后IMA也不同意川普的看法 所以国际联盟是建立不起来的啦 因为你就是完全就是你自己想的嘛 你想把他当政治筹码 所以25年来第一次把中国大陆列成 汇率操纵国 但是接下来没有太大 不因为接下来他能够做的 不多 不因为已经发生了 他接下来就是我开始对你做贸易的调查 然后也是增加关税 那现在已经开干 已经做啦 第二个就是像IMF 去诉讼嘛 说他违反嘛 可是IMF就直接反驳他的说法 所以他具体能干什么 我就不知道他接下来能够 衍生出来的政策工具啦 有没有有别于现在的 因为现在他已经科技战也干了嘛 关税2000已经拉到25 从税到科技到货币 又威胁3000要提高到10%嘛 那他还有哪一招没用啊 301 也比这个还低啊 所以他已经用紧急权力在搞了 所以就委员的说法 接下来没有任何的举措 大家也不用太惊讶 因为这就是川普 我们列出了人民币破7之后 可能对于大陆自己本身的体制 会决到几个挑战 为什么我们刚刚讲到说 人民币扁破7.4或7.5 接下来会要担忧 因为就是扁到这个点之后 可能一发不可收拾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几个点大家看一下 因为可能会造成了 恐慌性的出走潮 因为很多的外资就要抛售人民币了 造成资金外流的一个压力 或者是中国的企业本身 他就有一个债务偿还的压力 因为很多是用美元计价的企业来讲的话 他就增加了负担 可能会造成违约 另外也减少了美中谈判贸易的一些筹码 不利于中国的经济整体发展 倩姐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这三个我就觉得去形容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 是非常贴切的 但是现在的中国跟亚洲金融危机 当时的亚洲经济体是不一样 我在1997年1月2号回到亚洲 来负责整个区域投资业务的时候 碰到的亚洲 第一个他过去的外债是以美元计价 所以当你的货币贬了以后 你的外债突然间就变成一个 非常不可承受之重 同时他大部分的企业的 外债的比例都相当高 所以美元跟他的整个的 这个stock market 他的市场就会产生了直接的联动 两个加成的结果 泰国是第一个 本来希望能够用贬值到 差不多28泰铢对一美元 去解决他的问题 但是最后他一路就是往下扁 就是您刚刚讲的 会不会有恐慌性的这种 不断的长扁 但是为什么说中国不一样呢 中国的经济体远远大于 当时亚洲所有经济体的总和 第二呢 中国的经济体对于外债 尤其是对美债的压力和要求 事实上也远低于当时的 亚洲所谓的新兴市场 那些经济体 第三个 中国大陆也是美债的主要持有国 如果大家要玩利率或者是 它有东西可以抛 两边都可以做 那当中国也进入同样的一个战场的时候 它立刻对全世界产生三个很重大的影响 那这三个重大影响都是对美国来讲 也是不可承受之重 第一个 美国的利率会动 会影响到了企业跟消费者的利益 第二个呢 美元会动 因为美债是美元发行的基础 Fed是因为拥有了这么多美债 所以它发行美元 美元动了 它不但是影响美国 它影响全世界的贸易体系 第三个 它美债的利率跟或者是美元 它的exchange rate 只要一挪动 全世界的流动性就会变 那这个流动性一变了 绝对就是天下大乱 不一定对美国有利益 所以如果真的要打这个战争 今天中国也跟美国手上有类似的武器 它有一个美国没有的是 它对外界依赖不那么大的内需市场 所以两边要打起来的话 也不见得是谁输谁赢 听了三位来宾这一般结束之后 我也鼓励一下一切 因为人民币并不是完全自由兑换的货币 correct 它离岸跟灾岸的比例差很远 差很远 所以它可以有一些屏障 好 所以这个礼拜你看很多投资人在想说 会不会金融大海啸要来怎么办怎么办 追高美金 今天听了三位来宾一起话之后 你可能心中 这把尺会更加的稳当一些了 我们回来另外要带大家来聊的是 你可能现在才看大陆的电视会发现 大陆电视有些剧你看不到了 为什么呢 回来聊 喜欢追剧的朋友会发现 有些剧好像看不到了 怎么回事呢 这是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了一个声明 说八月份开始部分的古装剧偶像剧这些剧呢停播 要改播由国家挑选的一些剧 像是可爱的中国人民总理周恩来等等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请教一下雷倩了 因为您在我心目当中是偶像啊 年轻的时候就是美国国家广播公司ABC的副总裁 最年轻的亚裔 非常老的那种电视人 我觉得中国大陆呢 它有几个是台湾很早以前新闻局也会做的事情 就第一个它有一个反低俗运动 所以有些古装啦公斗剧里面它的语言或是它的内容剧情 是放在他们认为不适当的内容里头 那另外最近当然是为了70年的纪念 所以有非常多主旋律正能量的东西要在这个 主旋律就是这个可爱的中国之类的 那因为其实我在美国的念书的时候呢 也是碰到了美国的一个大的centennial 是一个就是百年庆 那个时候的美国也是 也是一样 在费城去讲我们的独立啊建国啊 我们国家的先烈先贤多么困难啊 所以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啊 有一些主旋律跟正能量是无可厚非 但是广电总局用这个方式倒是非常的让人意外 因为中国大陆的媒体老早就已经从电视这个屏 已经转到了手机屏到了网路屏 所以如果他继续去卡住这个电视屏的话 反而相对的会让其他的屏的竞争力会增加 所以你从媒体角度来观察的话来讲 因为相对者自己会去选择他要去看什么样的内容 所以用广电总局去做一言堂的正能量 跟主旋律的机会和时间恐怕已经过去了 所以雷介人刚刚特别提到的是要营造一个氛围 毕竟是接下来10月份光辉的这个见证终点 多少来到了 70周年 也有人说是还有另外一个事情 是北戴河会议准备要召开 这部分我要请教一下郭委员 因为北戴河会议对于外界来讲始终比较 不是那么直接得到很多讯息 但他又相对来讲是大陆权力最核心的一群人 他们召开的会议年度一次 所以有人说接下来在北戴河会议当中 会有很多大陆年度 可能不管是内斗也好 或者是决策拍板定案也好 都在这会议里面 在会议当中我们特别列出的习近平 可能会碰到一些的挑战跟难题 当中包括最近的香港反送中 台湾的问题美中的贸易战 还有中国大陆自己的内部的维稳 你觉得这几个如果把它形成成是一个炸弹来讲好了 哪一个会比较容易烧到习近平 我觉得是第一个 反送中最直接 其实中美他们内部应该是整合出共同战场 对所以大概不会变了啦 那台湾问题现在并没有迫切的危机啦 那倒是香港可能会联动出很多事情啦 比如最近他们不是公布了那个驻港美国领事馆 有一个官员嘛对不对 然后也公开好几个公开声明都说美国介入嘛 那这里面联动就很复杂了啦 因为我觉得川普讲的话跟国务院还有驻港单位好像不太一致 因为比如说川普他就认为说这个应该中国自己去决定吧 可是我觉得美国的介入也是很真实的 那你这个矛盾怎么处理呢 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 那个泛民派给我感觉并没有一个决策指挥中心啦 就比如说你到处示威 那如果真的要谈到底要找谁谈呢 没有跟对头谈 到底要找谁谈呢 那所以这样的一种群众运动 很容易会是以无序的方式收场 无序的方式就是说我们现在就看到 比如说港澳办开第二次记者会 那之后我们就看到他开始逮捕嘛 因为他的集会游行基本上都不会许可 那不会许可你如果还是示威 那到了一定程度 我觉得他大概就实施逮捕了 那现在有人统计说逮捕了大概600多个 逮捕会怎么样来进行 等一下我们还做进一步的来讨论 不过在这之前请进一下老师 因为习近平最近有些谈话 是被内部披露出来 他在对内部的谈话当中也 特别重提讲到了毛泽东的话做了引述 特别强调的是延安整风 是 从经济层面的角度来 你来看这个大陆现在目前的一个维稳的局面 习近平的权力有没有被挑战的机会 是 我们现在来处理延安整风 那是在抗日期间 在延安的这一段 后来就是中共内部的一个路线之争 而后是抗日结束了七大 毛泽东正式确定 就是党内的势力定于一尊 事实上我去查过 从习近平主义上台至今 报案这一次是不忘初心 已经是第四次整风 所以就看得出来他是在统一思想 那这很合理 包括郑兄刚才所提到的 香港这个街头的事情 美中都必须要在党内去统整他的一个思想 然后似乎也看得到 因为美中这个问题 一年多 在7月底中共政治局会议里面 他释出的讯息我个人非常在意 因为在上一次会他只是提到 有景气下行的压力 但他这次写了加大 下行压力加大 那中共这个经济他是定调 一个文字出来定调 那这个加大显然会弱化习的 统治的合法性跟正当性 所以北戴河会确实是 初步可以看出 他对这几个国际事件 如何去定调定性 在他内部的权力的分配 包括我知道 国际因素去联动到内部 有没有冲击到习 在这个权力上面的变化 我觉得可以做观察 光从加大这两支的力道 当然 就已经可以秀出一些 可能这习近平要必须要 出手棘手的地方了 刚我有点特别提到 要观察他们接下来 动员的一个能力 因为到最后可能是 因为没有一个头 在带领这个事情 你要对等去找一个 谈的对象也没有 可能就是临时的 或者是不同地方发动的 那最后可能就是 你刚刚讲的进行逮捕 从8月5号的三霸之后 这个礼拜其实我们也看到 不同单位发动的一些集会 但是最后是 比较无疾而终 因为人数不足 包括在尖沙嘴的海港城 包括在湾仔的税务大楼 最后都是因为 人动员 没有办法来到一个数量 就没有继续持续下去了 所以我们来看 这两场这个礼拜当中进行的 本来要号召的集会 不如预期 有人说 可能反送中的群众力量 是有退温的迹象 三位怎么看 是退温了吗 还是说 可能是暂时 稍微穿回气 有没有退温 我没有圈插牌 帮我们比一下好了 你认为退温了吗 Yes or No 两位是Yes 雷先生姐姐说Yes 不过我们来看 另外一个画面 在这个周末 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当中 这两场是 没有正式的集会城 但周末是选在 香港的机场 画面上大家看到这个 在机场这地方 他们要接机 要接范先生 就是反送中 那种反送中先生 那整个集会看起来 媒体的披露出来的消息是 相对于过去的 机场反送中 这场算是没有什么 直接的冲突性的 是比较相对和平跟稳定的 来问下来 雷先生姐姐你认为 你刚刚认为说是 有退温的迹象 再加上这个周末 在香港的机场 看起来是没有像过去 比较有冲突性的 所以是一个 往降温方向走的 你刚刚说 当然因为这是一个 网路世代的群众运动 它从头开始 你就可以看出来 它有两个主要的路线 当然中间有很多的中间群众 在选择往哪里走 一个是比较激进的 认为可以走到暴力 甚至是革命边缘的这条路线 他们以冲撞认为 这是他们必要付出的代价 另外一个路线就是 现在大家看到 荧幕上的在香港这一次机场 大家还是决定要和平 非理性非暴力 这样的方式来处理 这第二条路线就是 美国长期说的 叫公民不服从 Civil Arrest的中间 一部分是公民不服从运动 所以事实上 香港人现在正在做 一个很关键的决定 如果你要留在 现有的法制结构里面的话 那公民不服从运动 大概要以这一次 在香港机场的 这种方式为主流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 要去做更强大的 对于整个香港 现有政府的正当性的挑战的话 那很可能就要走到 暴力革命 甚至街头流血这个路线 那所以我觉得 它有一点点 这个降温的趋向 主要是看来 往和平理性的这条路线 倾斜的人开始变得比较多 同时原先在去中心化的时候 能够快速在网路发动的能力 当然也受到了中国大陆 强大的网路监控能力 做了一定的控管 所以让那些原来的带头者 他们高度的隐藏性逐渐消失 他们逐渐变得透明 他们逐渐变得曝露出来 所以对于他们自己个人的安全 也就逐渐有比较大的威胁 看起来这两个事例都在不断的拉锯 因此你会逐渐的看到 比较少人去主张直接的暴力革命 虽然他们还是在要求 要双普选 要建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这些都直接冲撞 现在的整个的结构 可是他们选择的方式 已经不像第一阶段那么热了 你观察 现在你刚刚讲的路线不同 那倾斜于像是走公民不服从运动 比较和平理性抗政的人 感觉在这次周末我看到是比较多的 看起来是逐渐多的 你认为跟北京前段时间 这个礼拜以来的一些放话 或是威胁有关联性吗 有 你觉得是有 我给你的看法呢 我刚刚也讲说他实际从事逮捕 那比如说最激进的 比如说香港民主党 就是实际上就是被逮捕了 那当然比如说想要走革命 或者暴力路线的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已经被逮捕了 所以像当然这群人的力量会变弱 那另外一个就是 坦白讲最多人上街就是超过100万人 那个就是为了反送中这个条例 就逃犯条例 然后逃犯条例林郑也说已经是 停止了 已经停止了 所以对大多数人来讲 他目的已经达成了 那接下来就是说 是不是元朗事件可不可以调查真相 那这个就不一定是所有的人都involved 还有比如说 已经被起诉的人是不是可以不要用暴动起诉 那这也是一部分人 所以你联动的人就已经变少了啦 就最大诉求 已经这个矛盾基本已经解了嘛 那还有一点我觉得是他的运动策略的问题 因为我们也是搞过运动的 通常你都是搞到最高点 那那个时候就要收了啦 因为最高点累积的时候你来谈的条件 就是8月5号啊 就是罢光罢失那一天啊 那结果你接下来居然去搞什么包围税务大楼啊 怎么会突然降这么低呢 那降这么低你又动员不出来 那这个在运动策略上就蛮奇怪的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拉拉拉 拉到最高点 那大概也要预期说 政府单位大概有人愿意跟你谈了嘛 那我就那天做个面子给你 那你也做面子给我 那我们第一阶段的目标就暂时达成 可是我觉得他们并没有这样的策略设想 因为也没有一个中心局 这个单位啊 所以他现在有点收不了尾啦 有点这个问题 或许北京也观察到这一点啊 所以北京方面也展开了一些 或许是一个清理战场的一些做法 这点请教一下老师了 因为李克强7月底到了上海去做一些视察 然后马上就传出可能在年底之前呢 时间蛮快的 年底之前要全面取消上海自贸区的关税 以后未来或我进来这边做转放的话 根本连税都不抽了 是 有一个说法就是北京也在考虑 香港经过这一次之后 因为很多不是北京可以直接去做掌握的 是 所以可能会用上海 来取代很多香港目前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 你怎么看 我个人比较保留 中共中央虽然有这个主观意志 但客观情绪上恐怕不太有允许 他们很爱用一个马克思的辩证 就是历史从来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意思就是说 不是你主观上想如何 还得看客观 那么香港这个 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它是历经从184年中央鸦片战争吗 这个南京条以来 150几年努力 直到97年回归之前 香港在当地所建立的法治 香港所营造出来这种商业的自由气氛 等等 我想这个都不是在目前 上海在李克强总理所谓取消关税 他所做的这些 要拉抬上海再短期 这150几年的底蕴 不会是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你就能够去建设起来 所以我说北京中央有这样的意图 但是在客观情绪上 我觉得在展望未来 我们只能说 香港历经了这一波的冲击 它的金融中心的地位 有被松动得到 但是要上海取代它 我觉得在我看到了可依前的未来 有困难 林郑月娥讲说 这次的伤害对于香港来讲 在经济层面 比当年SARS更严重 你有任何的数据做佐证吗 确实是如此 其实你看到从6月 它这两波大规模的借购运动 它的港币 它的港股 在亚洲里面 在汇市跟股市 都是比较大的一个伤害 确实是如此 还有一个我可以提供一个数据 就是从这个考范条是2月 就开始送立法会 它到6月中间这一段 大概2月以后 陆续香港关户 金融的户头关账 到新加坡是在过去几年来的新高 那也有一部分是回来台湾 有机会我们可以待会再聊 我有留意到像在台北 在这段时间以来 这个所谓200万元俱乐部 就是一瓶200万的 也是几年来的新高 你说房地产的买卖 房地产对 所以我没有证据 但这个数据我在怀疑 应该有部分 包含现在有人讲 台股可能上12682 我也认为有部分是 香港带着国际级的金融操作 技术还有它的能量 入住了台北的房地产跟台股 有转移 绝对有转移效益 这个老师没有直接的数据 但是我们有做民间观察 做房地产的朋友说 最近互动 移交数最多的 就是买卖最多地方 就是在 桃园南侃跟林口一带比较多 很多香港人觉得说 那距离机场近 其实来待看 如果你有兴趣去了解 真的有这回事吗 你去那边问一下房仲 香港人真的到台湾做投资移民 最多就是桃园跟台中 为什么 因为香港人去比较下加拿大 美国或其他国家 条件 台湾最便宜 而且香港太贵 而且最快 太贵 香港太贵 我们这边回来继续来聊 香港的接下来 会怎么走 当中有一段 是一个美国的前上将 他也做过北约的一个 军事同盟的总指挥 他跟苏联的KGB 有过多次的交手 他有一套想法 说香港接下来 北京的做法可能 会跟当年苏联对乌克兰的做法很像 怎么说呢 我们回来聊 解放军之前出现的这段画面 在我们的电视墙上面 这是在深圳操练 镇压暴动的一个过程操演 当时就在想说 是不是在深圳做这样的一个操演 接着可能要去香港 针对的就是反送中 画面出来以后 引发非常多的讨论 不过我们刚才 稍早之前也看到了 在这个周末 这些反送中的群众聚会 在香港的机场 是非常的和平的方式 在进行当中 所以我要请教三位来宾 包括 因为我们列出来 港府可能接下来 对于反送中的群众运动 有三个处理的手段 包括了戒严 或在香港地区紧急状态 或者是镇压 这几个方向 但是倩姐 好像这个周末 这么peaceful 变得让北京当局要下手 如果真的要 刚刚讲到三个手段的话 没有失利点 对不对 而且我们最希望的是 香港是和平的 所以如果没有 让它继续升高 其实对于整个香港好 尤其是对香港 作为一个国际金融旅游中心 也是一个主要的 转口港来说 它必须要以和平安定 稳定为前提 所以这样的香港 我觉得对香港也是比较好的 你认为包括接下来的走势 这样你刚刚提到的 不同路线之争 现在看起来是 不服从运动的人数 慢慢开始变比较多一点 对于香港未来发展 整体是乐观的 若不是如此的话 难道要香港 逐渐的烧虾掳掠 在每个街头 你都感到不安全吗 那样的香港 马上就会被毁了 我们以前在做金融的时候 为什么以香港 作为亚洲的最大的中心 是因为它的法制环境 它的稳定 它的这个执法的环境 law and order 都是值得敬佩的 所以香港有它的优点 自己不要毁掉 好 大家我们这一部当中 也特别有时候提到 有的时候一些聚会群众 会难以控制是 有心人是或许 就要在当中搞些事 然后图一些自己的 可能不管是政治上的利益 或接下来一些 都有可能 那我特别把一段话引述出来 这是一位美国的前上将 他也做过NATO的 欧盟的军事总指挥 所以他跟苏联交手过多次 也跟共产党 非常的透彻的了解 他认为即便我们刚看到 解放军在深圳的 这些操演什么的 都不可能让北京真的去 动用到用镇压的方式 因为要考虑到 台湾的感受 这一点 那另外一个他的观察是 接下来北京可能 对于香港反送中 要怎么样去把它完全的结束掉 就close 画下一个据点 采取的步骤 可能是在灰色地带 多加一点运用 什么叫灰色地带 他说 他说接下来可能会出现 有一些 没有穿身份标示的军警人员 在香港群众当中 来搜集更多的情报 运用网络攻击或搜证 对于这些带头的反送中人士 来发起他们的财务上面的追查 查税 或者是生育上面的一些打压 这可能就变抹黑 或者是雇用更多 黑帮犯罪人士 去殴打这些带头的抗议人士 切断相关的 这些抗议团体制之间的联系 这个是他所观察到 俄罗斯在2014年 对于乌克兰 当时的反叛的时候用的手段 而且是非常的有效 所以他认为说 在接下来的反送中 可能北京也会用 类似这样的一个说法 你怎么观察 是我们先来看 大陆最近相关的 这些官员的讲话 大概是要在深圳 港澳办的主任张晓明 跟建制派有一批人的会 里面他有做了一个定调的定型 他说香港现在具有 颜色革命的特征 那么同场 因为一个官员也提到说 这个是一个生死战 所以我觉得北京 慢慢现在在看说 这后续会是如何 那当然我们要更关注的是说 到底解放军在这个广东 深圳这边的操演 集结什么等等 那这个事情 其实国际媒体非常关注 那么也有一些讯息出来了 包含大陆国防部的发言人 港版发言人在7月下旬 陆续都被国际媒体 问到这个敏感的问题 但这两位中国的发言人 回应得非常有意思 他说请回去看基本法 请回去看驻军的那个相关的规定 所以显然他们也不是直接回应 是模糊带过去 是模糊带过去 就是看出这个 有关于解放军对香港这件事情是 现在国际视听焦点 也是大家感觉最敏感 那如刚刚主持人所引用 其实这位将领是丁守中委员的 那个同班同学 博士班的同班同学 所以真的要请教他才对 那他讲的这些 确实在当时的东欧国家 颜色革命里面都是发生过的 所以我觉得是可以保持留意 像香港人被听到查税 或者是网路上面 对你的名誉做攻击 这些会引发喊残效应 绝对会 因为香港 包含这次六月以来 这个基础事件 对我一个做金融 快30年来是很震撼的 因为香港是一个金融城市 它是没有什么政治上的东西 竟然如果到200万人 它是每四个人 就有一个香港人在街头 你可以想对我们这种 一路只看见 做金融的 很震撼的 所以我说 稍后我刚才提到港币 还有港股的重创 然后移民官户潮什么 我觉得事后多年 再来看这个事件 但最后他怎么散了我不清楚 但他绝对是一个 香港在历史上的里程碑 所以你认为在周末 机场发动相对过去几场 实在是和平的 也可能跟北京这段时间 北京的一些放话跟威胁 有一些关联性 委员是认为说可能带头被抓了很多 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北京现在很头痛 我回应郑翔兄刚才谈 我认同 其实包括北戴河的四颗炸弹里面 确实香港这应该现在 是习主席的头颗炸弹 因为这个 它不是只有这个所谓治安的问题 什么一国两制 我觉得它是涉及到 英国这个150年的统治 所留下这个西方的价值观 跟中国这种所谓 习品很爱挂在嘴边上 大局意识 集体意识 中央以国家为主的 那香港这种英式的体制 它是强调个人嘛 强调自由主义 所以我觉得 我们如果把它看成一国两制 纯金融这是一个角度 可是我更关注的 它其实香港反映出来 两个多月的事件 是一个中西方的 彻底不同价值 脾气跟思想路线的撞击 那我觉得这根本 我的看法 无解 这个我补充一下 事实上他刚刚讲这些 可以用的手段 我们叫灰色手段 这已经有人做过研究了 有一本书 台湾也有翻译 叫《独裁者的进化》 他就研究普京 还有曹维之 还有阿拉伯之村之后 那些所谓民主 还有东欧民主的变形 他变形就是说他产生了很多 我都不是直接用政治 政治名义来逮捕你都不是 比如说我就设定你嘛 然后我就突然给你做消防检查 给你查税 就是他有很多灰色的 比如说俄罗斯来讲 俄罗斯有很多记者被暗杀 可是也朝不出是谁暗杀的 也不一定是政治 有可能是黑道 或是奇奇怪怪的力量 就是说他 那他们去看 这些表面上看起来都有民主 比如说委内瑞拉也是 委内瑞拉也是民选的 俄罗斯也有选举 埃及也有选举 土耳其现在也有选举 我们现在看土耳其 好像很独裁的样子 他是选上的 那他就充满了这些手段 所以坦白说他讲这个要讲香港 也不用特别讲香港了 因为各处都发生 不要讲那么远 台湾到选举就开始查农舍 也很多了 其实我们台湾在 还没有真正的自由民主之前 这些手段也都有了 可是我们台湾在现在 也没有完全的自由民主 就是说人民的财产权 这些很多的自由 在现阶段 就今天此时此刻 还是被挑战的 所以台湾也不能够自己 自外于所有这些民主自由 法治的进化过程中 因为我们事实上 还没有到那里 对啦 还没有到那里 没有 我有跟你进步就交 因为在8月4号的 香港的中联办 成绩比过往来的高 然后大家都解读 这叫做北京力挺林郑月娥 林郑月娥也对外讲说 基本上北京支持我 但我们刚刚讲到收尾嘛 你认为北京做完全切割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最后切割 结果全部都推倒林郑月娥当事的决策 变成一个带最高洋 我觉得 这个因为 你把林郑月娥换掉 这不等于解决问题啊 而且你换上来的 难道就会更好吗 林郑月娥事实上是很杰出的公务员 他是对处理政治危机没有经验 按照我的标准是处理得非常糟糕了 可是北京现在为什么没有换他 因为你换他就是试作嘛 不然就是更硬 你只能有两个选择 要不然就是试作 就说民主派把林郑月娥给逼下台了 那你换上来的 你如果没有立即的解方 那只能够更强硬 只能够更强硬是北京要的吗 因为我说北京还是万不得已 不要自己的手伸进来 我说大家看到的方式伸进来 他宁可还是要用基本法 那真的万不得已 你林郑来跟我申请驻军嘛 那香港的也有解放部队啊 那要不要进来为安啊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因为听说有那个升旗台啊 那因为那个 那个国旗一直被人家扯下来嘛 丢到海里嘛 那居然林郑月娥就把那个升旗仪式给取消了 那这个大陆就有很多人不能接受 他就说奇怪这个为什么不能用 用军人来护国旗啊 这种他是象征嘛 如果军人如果摆在那里 我继续升旗 你说香港市民会真的还去扯那个升旗台 我不认为 可是林郑的处理方式是就取消了 那个仪式 说到首升旗这个次的活动啊 我们知道前段时间 董建华也讲 包括了台湾跟美国 他们认为都有 都有出一些 不管是资金啊 或者是出利在当中 这回我要请教一下 雷倩委员 因为美国众议院 要想要推一个香港法案 当中呢 议长还特别呼吁川普政府 接下来不要卖给香港警方 震报武器 你觉得这OK吗 这有没有干涉到他国内政的问题 美国当然这次分别 众议院跟参议院都有表态 众议院是佩洛西他非常支持 香港所谓的民主跟人权发展 因此他认为在会期中呢 就下一个会期就要开始去推 跟香港保护相关的法案 那Pens其實也有发表他的看法 在参议院他们有说 在2020的国防授权法案里面呢 要把反送中这个事件呢 作为国防授权法案中间 我记得如果没错的话 是6209条里头啊 是美国可以制裁的标的 那因此参议院通通都已经表态了 而且就香港这个事情 如果真正讨论到了民主啦 或者是人权啊 那显然不是只是在 现有的体制之内的人民保护 而是支持香港去挑战 它现在一国两制的基本结构 那如果是上纲到 真的如Pens現在第一时间所说的 那当然还没有经过 真正的众议院的辩论 到最后不知道是否会如此 但如果按照他第一时间所说的话 那就是比较直接的介入了他国的内政 跟美国长期来所宣称的立场 是不一样的 我用宣称两个字 因为美国长期是宣称 他们不接受 他实际 不介入他国内政 但他实际介入的是比比皆是 所以我们看的国家 包括刚才正亮委员他所提的 刚才的那几个所谓新兴民主国家 每一个他都有介入 我们节目讨论过沾过边的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对 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香港很重要的讨论 就是你现在这一系列的示威 到底是在你原来的结构里面 那你就可以要求说 我在结构里面要受到民主跟人权的保护 还是你本来就是要去挑战这个政权 你要去做更积极的革命 那这个时候那就要在这个保护之外 要付出代价 那美国在那个情况之下 还会不会来支持你们 会不会产生直接强国强国中间的直接对抗 那个就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了 好我们对于这个香港的一国两制 一个民调数字给大家看一下 从香港回归之后呢 这些年22年来 实验性质的一国两制 香港民众从期待到绝望 看一下数字的演变吧 从2003年香港基本法23条 当时反对一国两制39% 2004年发起的大游行真普选变36% 2012年反国教运动38% 2014年占中运动45% 到现在这一次的反送中 已经超过了5成 达到55.3% 有人说一国两制在香港 就是一个失败的一个教材 所以接下来看看 台湾看到这样的事情 当然对于现在的 民进党政府在执政的话 是距离选举前发生这样的事情 当然对民进党政府 可能会有更多捡到枪的机会 我们当中特别提一点 也请教夏委员 因为这段时间我们看到 大陆方面已经下令 大陆的这个要抵制金马奖 大陆的官方媒体说 避免 这是要这样的做法是 避免蔡英文到时候又捡到枪 但我要问的是 发行抵制这样的一个金马奖的运动 不就本身 抵制本身就是一个 让蔡英文捡到枪的机会了吗 因为去年金马奖 不是有位马来西亚的导演 上去做一些发言嘛 造成他们现场不得不拨斥嘛 对不对 那他可能不想要有这样的尴尬场面 因为他不知道 其他得奖人会讲什么话 还有台湾演员也是 那台湾演员也有可能讲到他想要讲的话嘛 那也包括前一阵子那个华冰 后来我们那个华冰协会秘书长 也被人家撤换 那他考虑的我觉得 倒不是说他是抵制你 而是他 他在想说我如果派去了 会发生什么事 我觉得主要是重考虑 现在就是 本来在选举前大概三个月 通常团客都会大量减少 那这次只是提前发生 提前到六月就发生了 那因为现在因为有香港的 世卫运动嘛 所以那个联动的 那个民众的气氛 可能是更敏感 因为本来在讲说 对岸对于台湾的选举 已经已经心中自有定见 就是也不是真的 会决定性的 如果是蓝或绿胜的话呢 对于北京来讲 有决定性的一些影响 就是 没有那么care啦 直接翻译成白话 对可是他不想出事啦 就是这一点 对他不想出事 本来说也不在乎你剪不剪刀枪 但这次抵制金马奖 您认为解律就是 不要再横身肢结 我认为是这样 因为毕竟现在香港也敏感 不因为 我金马奖本来就是 讲文化艺术嘛 那文化艺术有很多艺人 事实上立场是很坚定的嘛 那他当然有可能讲一些话 因为去年 就已经在这舞台上 看得很清楚的 意外的状况了 好 我们休息片刻 等一下回来继续聊 包括了几个 国际的新闻事件 都联动到中国大陆 怎么说呢 因为现在看起来 很多国家 对于要挑战中国这件事情 好像变成它可以去操作 在自己国内 获得很多政治利益的事情 我们回来聊 挑战中国大陆 现在变成全世界各国的一个 政治人物的险学吗 因为好像只要去反中抗中 就好像能够有些好处 我们来看最近几个国际的新闻事件 包括了吉尔吉斯 他们的前总统贪污 均紧在抓他的过程当中 引发了暴动 不过受到瞩目的是 现任总统也被指控说你也贪污 而且当中 你是不是拿了钱 去帮中国大陆说好话 也看到这联动性的 这中国人在当地的企业也被打了 47个中国人受了伤 在矿场都被打 反中的情绪就直接指控 你中国来这边开公司 你要挖金矿 就是造成我们的环境污染 从这个世界我们来讨论一下 就是现在中国崛起强大之后 又开始进行了一带一路 一些国家刚开始加入 为了解决他们自己国内的一些 不管基础建设也好 但是看起来被美方 框了一个大帽子 叫做债务陷阱 现在在各地看起来 慢慢一些反中的情绪 不断地累积出来 老师你怎么看这个事 这沿线国家我想以马来西亚为例 93岁马哈迪回任这个领导人之后 立即取消了三个跟中方 一带一路有关的案子 而且他话是讲很重 他说这叫做新殖民主义 叫做中方跟马方签的不平等条约 那我想这里面 当然第一个就是说 大陆随着美国打他这个贸易战 他的整个景气弱化 财力大部署前当然是最直接 但另外一个 就刚才主持人所提到 这部分呢 一带路也是涉及到 相关国家里面的 反中 亲中 路线之争 那我也看到像缅甸 缅甸一个案子 一个大坝也是取消了 那最值得关注的是 在巴基兰这个瓜达尔港 因为八国长期来 中共的外交官有五级 最高级就是 全天后战略协作伙伴的关系 就只剩一个巴帖 这个巴帖跟他清成这个样子 如果无力去承担财务 他是99年把瓜达尔港 就是都让给中方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战略 就以后可能北京 可以直接从这个霍木之海峡 在400公里左右就进瓜达港 到新疆的克什 那包含这一次的这个 克成米尔的问题 其实都跟这个 有一些相当的牵动 那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 北京这个大的战略 不会因为美国把它讲说 这叫债务陷阱 或是说什么不平衡的条约 就会终止 因为这个战略 对北京来讲太重要 但是到目前为止 因为随着美中贸易战的恶化 大陆的整个财务实力大不如前 这也是事实 所以我觉得两方的因素 其实对我在那边做一些拉扯 刚刚老师提到 像马来西亚这个例子 后果就是 马哈迪就是因为打了反中 就选上了 99岁还可以回锅 所以有没有用 对正日文来讲 有用的 我们就来看 如果说其他国家就算了 但其中有个国家 你不得不提 如果说他也出现了 本来现在是跟中国 北京是好朋友 到时候又翻脸的话 那北京就伤得会蛮重的 因为现在美中贸易战的情况之下 北京当然需要来自于 莫斯科科里姆尼公的一个协助 但是你看 普丁对于习近平 是不是真的有借地 有借心在当中呢 我列出几点 中方的GDP 现在是俄罗斯的八倍 人口是他的十倍 成长速度 一带一路呢 现在不断地深入到了俄罗斯的后院 因为包括了以前苏联时代的乌兹别克 土库曼 吉尔吉斯 现在都已经 中国大陆取代了俄罗斯 成为他们的最大贸易伙伴了 不要再说有些军火呢 很多大陆版的军火 跟俄罗斯版的长得非常像 而且又更加的低廉 所以抢势也引发了中俄之间的积怨 现在国际有一个说法 中俄迟早有一天会翻脸 就看那十几点 当中一个导火线 很可能是解放军 驻击在塔吉克这地方 这个地方可能会成为一个导火线 维维你怎么看这事情 我觉得这个还好 因为其实这些最大的几个国家 比如说包括伊朗 中国俄罗斯 印度 他们不会说永远结盟的 他们一定还是有自主的考虑 那当然中亚长期都是俄罗斯的地盘 以前还是苏联共的加盟国 对不对 那现在只是因为经济因素 那当然中国进去的包括资金 还有包括建设 都是以它为主 这个我觉得普京也是知道这是现实 事实上我曾经发明过一个定律 就是本来我看你不顺眼 那当你的GDP 因为俄罗斯长期都是领先中国的 是啊 那苏联还是老大哥了 对不对 而且普丁是要重返 大俄帝国的荣耀的一个 可是有一个很大的现实就是 当你的GDP只剩下对方的四分之一的时候 通常那个平衡就开始转 那现在已经是八倍了 那日本跟中国现在就是因为 2.5倍 还没有到四倍 所以我说那个叫做门槛还没到 所以日本就不服气嘛 因为他一百年来都领先中国啊 所以我的意思说因为 所以日中关系就比较矛盾 因为日本还是想当亚洲的老大 他还是不愿意说 中国大概就是亚洲的老大 那韩国大概 俄罗斯大概就认为他追不上了 所以我觉得他还是会在大利益上 还是认为跟中国结盟还是一个主架构 那至于那个小的冲突 那个当然有 那个不可能没有 但比较普丁跟川普的做法 当时北京到了 那个美国的后院的时候呢 川普是马上就把那些 中美国家的元首 直接叫来美国开会 当耳听灭命啊 普丁来讲 可是没用啊 巴拉玛一样建交啊 是啊 但是川普是沉不住气嘛 那你觉得普丁相对来讲 做法就 可是普丁啊 因为坦白讲俄罗斯的经济 真的多元化程度太差了 因为他除了那个原物料 原物料的出口之外 就是基本上就是军火嘛 那就这两个东西嘛 所以你在中国面前 比如说你要不要接受华为 我简单讲好了 华为这个更敏感不是吗 这个比那个基尔吉斯 那个敏感十倍以上 那俄罗斯要不要用华为 我觉得俄罗斯就是没有选择 因为他如果用10C 跟Nokia更可怕 那搞不好美国就在里面 美国就有后门啊 对啊 所以你怎么办呢 他又做不出来 他5G没有嘛 所以我是觉得 有些还是有大结构啦 那比如说 中国就是采购你的石油 一买就是30年 那也是一种稳定收入嘛 那有一个国家哪有这种手笔 他周边我觉得也找不到这样的一个 稳定的出口的对象 也找不到 也是没有对策的对策 而且终究也是 最大敌人的敌人 是自己的朋友化 那就是朋友就好了 其实他最怕的是西伯利亚 因为东北的人口 远远超过西伯利亚 那他们用小商人的各种方式进去 而且暴买 我跟你讲 他不只暴买 而且事实上已经到那边 比如说包括 这个肯荒之类的 都已经直接进去了 而且 这个历史上 俄罗斯对中国是最有戒心的 事实上俄罗斯是唯一没有China town的国家 然后铁轨进去 变成宽轨还不能接 他为什么会防成这样 因为 希伯利亚他知道他人太少 所以这个历史上长期都是在的 这个并不稀奇 俄罗斯对于其实北京是最有戒心的地方 我想我还是要补一下就是说 你谈中俄问题 一定要把它放在美中俄的大格局里面 美中俄 对 因为你仔细去看的话 对于美国来讲 他现在的主要的假想敌 跟在尼克森时代已经相反了 在尼克森时代的主要假想敌 当然是俄国 所以他的大战略里面 外交军事 金融 经济 全部这四个场域中间都是全面防堵 所以才会有当时台湾被牺牲 尼克森 基辛吉他们去联中抗俄 但是现在你如果很仔细去看的话 美国已经逐渐把它最主要的假想敌 已经放成的是中国 尤其是川普跟俄国的关系相对的友善 所以他今天会不会去联俄抗中 也是一个可能的情况 所以最近我们看到俄国跟中国中间 所发展的一些事情 跟美国的角色还是息息相关 但是从一个国家大战略来说 外交军事这个套路里头是最硬的最实的 那俄国跟中国的军舰 舰队在海上的联合军演 可以连结海岸用同样的语言共同操演 而不是说我们去救难 补给 是真正的协同作战 那他们中间的关系 显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紧张 还有那个美国 我觉得川普是特殊人物 共和党跟国务院我觉得反俄派还是绝大多数 这个是历史造成的 好 来我们再给大家一个提供一个背景的一个故事 也请教一下老师 是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一带一路嘛 你看我们刚刚跟你就交过 现在不只在中亚的国家 或者是中国之间的关系 是 长期被媒体形容像非洲大陆 都会把中国大陆认为是 他们的新的一个殖民的一个新天地 是 那也的确因为非洲的国家 在财务上面也需要中国大陆 而且在联合国的席次 就算你弱你也是代表一个投票权 对 但我们看几张照片 这是一个中非共和国 对 因为开采黄金 是 结果反中 这个是加纳 加纳是开采 除了黄金之外 还有块木 然后把这个块木移到大陆去 结果也请大陆人的反弹 你觉得在继续推一带一路的情况之下 连欧洲都快 连非洲都快出现一些情绪的时候 这个会接受到一个很大挑战吗 我还是得从经济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以三月份 意大利接受中共一带一路倡议 各位去想 这是G7的国家 他为什么跟北京签这个 而且当时马克宏 法国总统出来说 你这个是迫害欧洲大团结 意大利还是签 因为意大利本身有经济上极大的困难 他是欧洲五国 欧债国家之一 所以现在来看非洲那个议题 其实类似的 如果说在这些相当国家 他有一些困难 我觉得跟北京谈合作 这恐怕是大势所趋 但衍生出来一些问题 那是在所难免 即便是一些当地的政治人物 利用一些反重的情绪 获得了政治利益当选 他当家之后 如果要改善经济问题的话 还是必须要做修正跟妥协 因为这真经白人出来 哪一个人可以拒绝 这个我补充一下 比如说马哈蒂 马哈蒂是让他停了三个项目 刚刚中小兄讲的 那大家以为 他一定会跟原来那个 纳吉非常不一样 他一开始就打反中嘛 是 后来 可是后来还是逐渐要跟 重新谈判 中国要重新谈判 每个都重新谈判 斯里兰卡也是啊 斯里兰卡也是啊 一样 斯里兰卡一开始也是反中上来 然后那个港口说建案 就暂停了 那后来是重新谈条件 反中是显学啦 上会之后呢 继续再重新谈判 也是个必要的过程 我们回来继续聊 印度 他废掉了当地的一国两制 而且直接也名正杠上了中国 我回来聊 中国大陆南边的印度 这段时间不管是在华为议题上面 或者是在领土的分身上 跟中国大陆之间始终有一些波折 而且最近他们做了一个宣布 要废掉克什米尔的一国两制 这直接就挑战到了 中国大陆在当地的占领区 一个领土上面的纷争 那么印度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我刚刚先帮大家做一个背景的介绍 看到克什米尔这个地方 我去了解一下克什米尔 原来这个克什米尔 它的原意就是山中之间低谷的意思 它的原来的意思 就是跟那个苏格兰那边 Glan 那个字头 克是泛文的水的意思 水的意思 史米尔是把他抽走 对 这 你知道苏格兰的威士忌 很多什么Glan Fittich Glan 什么开头 那Glan也是河谷的意思 那克什米尔就是因为 山中的河谷这地方 就是交通要道嘛 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要塞的地方 那这地方重点 要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了 在二战之后呢 印巴分治脱离了英国之后 克什米尔本来是君主制的国家 当时君主就逃到了印度去 因为巴基斯坦出兵要占领那地方 那印度后来也出兵了 透过了联合国的调停 OK 克什米尔就变成一个 相对的自治区 因为印度就说那就自治吧 然后后来这个地方 包括了中国大陆 包括了巴基斯坦 包括印度都有占领区 好 这是一个背景 但现在呢 印度说这一国两制 直接废掉 废掉的话呢 它就直接纳归于印度的一个统治了 那大家就说 那你对于巴基斯坦跟中国大陆 接下来一定会有很多 领土上面的纠纷 因为过往 即便联合国调停之后 印巴之间也都是为了领土的纠纷 发生过好几次的战争 先提到三位来宾 你认为这一次为什么 印度会这样一个做法 来委员你怎么看 坦白讲我也有点意外啦 你也意外 我也有点意外 这个 是被人怂恿的吗 不 莫迪在选举的时候 他为了吸引印度教的右派的支持 他就接受了这个 你要做应该选前做 他选前提出这个竞选意 承诺 承诺 承诺说他要取消他的特殊地位 那他现在是履行政见嘛 可是这个当然隐含的 就是他要让印度教民主主义派的势力更扩张 那这个是很容易造成战争的 是啊 因为当地回教徒 克什米尔斯上回教徒是多数 他这个印度教只有在加募那个地方 然后再过来叫拉达克 拉达克那个是以藏族的佛教为主 所以这个地方是敏感地带 又有中国跟巴基斯坦的势力 那你突然之间就要 把宪法370条说你要修 说要把它废除 莫迪是想要把这印度教 的人移到那边去 因为当地一定要取得合法的居民身份 才能够买房地产嘛 所以如果取消 他说身份 那印度教人就开始搬进去啊 他就可以开始移民啊 那移民就是要稀释 你回教徒的人数嘛 那当然我估计巴基斯坦 也会倒一大堆人进来 那到时候又会 冲突一定会起来 100%啦 事实上现在 双方的外交已经完全断掉了 而且巴基斯坦还下很糟啦 贸易全部停止 贸易全部停止 那接下来恐怕已经进入 军事准备状态了 这个军事状态这两个都有核武的耶 每次都这样说啦 可是因为他背后的老大哥都介入很深 都会拉住啦 巴基斯坦后面就是中国嘛 印度背后 我觉得美国俄罗斯都会介入啦 核武倒不至于啦 可是 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发生过很多次战争了 47啊 那65都发生过嘛 都没有到核战的程度啊 对不对 也不是很大规模的战争 只有第一次那个分离那一次 那次死了很多人 可是没有战争 那次死了非常多人 可是后来 几次都没有死 不是很大的战争啦 所以我觉得还是 莫迪在搞政治 就是说我许诺我的竞选承诺 我就真干了 因为选前的竞选支票 很多政治人物在选后 不一定会去兑现 因为考量到风险太大 你要打一场战争来讲的话 如果一给你拖场 那是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讲 或者整个国家是很伤的 有另外一个国际战略的评估啦 因为他把那个拉拉克啊 就那个 靠近中国大陆 靠近中国大陆 阿克塞星那个 就在跟他隔壁那个地方 他把他分开 然后成立两个直辖区嘛 嗯 那有人就说 印度是故意要让中国跟巴基斯坦 在这个地方的势力切开啦 啊 那他就单独面对 OK 他不要让你混在一起 而且有人说这个 其实没有其他势力介入才见鬼 因为这地方 一个走廊 对于中国大陆 就要扩着一带一路来讲 必经之地 太重要了 所以有人就想说 印度到底为什么 这时候这么赶 当然你也想到 就刚刚委员提到 美国可能是一个背后的老大哥 那委员你走开 那个倩姐 目的是因为有美国在后面撑腰 这个时间点 美中贸易战各方面摩擦 他也可以兴风作浪吗 我当然他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 正当的时机点去 遂行他自己认为 也是印度世代的理想跟梦想嘛 不过我觉得我们谈这个地方 真的不可以轻忽的是 那个地方非常复杂的 民族历史跟宗教的延续 因为光是你这张图 大家就往左边看一点的话 阿富汗接着就是我们前段子 才刚刚完成动荡的地区 所以它跟整个回教 跟其他的三大古文明 其他的宗教文明中间的 长期的冲突是息息相关的 当然也跟中国大陆一带一路 现在已经进入了 从印度来看的话 是进入他的核心战略区 今天不但是取消了 他们特别的资格 让他在70年的自治以后 完全收归中央 而且他立刻就把它变成一个 拉达克中央直辖区 直接驻军进去 所以你可以感受得到 那个强烈的战友 跟控制的这个背后 必定是主要核心的国家利益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 从这个地理来说的话 你一旦进入了克什 你是可以长驱直入 直接往南走的 所以显然在我们周边的 亚洲地区 从东海到南海 一路到印度洋 在美国的印太战略底下 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 很多以前的隐藏的火药库 现在逐渐都越来越变成热区 甚至包括台湾附近的 东海 南海 巴士海峡 都逐渐的增温 变成逐渐的热区 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来你这个节目 我觉得台湾很少人在思考 这个全世界地缘 所对台湾的影响 但是我们事实上 需要有更多的 Peacemakers 去想办法确保 这个地方不要轻奇战断 因为战争毁灭一切 你刚刚提到这个 立刻变成直辖区之后 就去驻军 我看相关的报道是7万 7万 规模7万 是的 这个两年前 中印之间发生一些磨擦 以前驻军还做一些战棚 战棚在那边散一栽 之前这两年前还是丢石头 完全不同 这是完全不同的规模 而且是中央军直接进去 变成中央直辖区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立刻把它 纳入了一个非常高度的重要性 而且是高军事准备区 所以中印在边界 如果再发生一些摩擦的话 不会像两年前动脑那样子 只是互相虚晃一招 所以危机就越来越严重 所以真正的 罗达克 并没有跟中国直接接 这个是中国占领区 那印度也不承认 是 好 不过当中还要 特别提一下华为这个事情 请教一下李教授 因为中国大陆已经放话 如果你听美国的话 去封杀华为 在当地的业务推展这个架设的话 北京方面要进行报复 对 中国大陆对印度怎么报复 这个讯息接了以后 我去追踪一下 目前所看得到 大概就是会有一个是 未来北京当局 对印度企业到内地 去经商的一些相关的 投资审查限制 这是我目前所看到的 对 但是显然还是得 跟刚刚两位 就是中印这个部分 其实克神明也都有一些牵扯 就是说印度一直以来都是 西方在所谓围堵中国的一个 重要的战略前沿 那我来谈一个大的战略 就是北京大概在2005年 美国五角大厦提出一个 珍珠链的东西 北京一直否认 但从美方的角度 他就觉得说 你这个缅甸的十对港 斯里兰卡的汉潘托特港 还有孟加拉的极大港 还有刚刚我讲到这个 巴基港的瓜达港 你这几个港连起来 就好像只有一个女人的珍珠 把印度给围住了 所以这个珍珠链 对印度是一个钳制的作用 那另外我要谈的是 日本的菱形战略 日本在北边 东边是美国的夏威夷 南边是澳洲 西边是印度 日本玩的叫菱形战略 所以可以发现这里面 包含刚刚雷委员所谈到 就是大家合纵连痕 那台湾要去思考 在这个地缘政治里面 究竟是如何 那回到稍早所谈的 这一次的这个莫迪的事情 我去过克什米尔 我对那地方 你哪说去的 很久以前 大概十几年前 十几年前去我去印度 07还06年去的 很漂亮一个地方 那要到哪里签证 我前往旅行社拜 旅行社拜 我是印度我去的克什米尔 其实它这个是 宪法的370条 我第一个讲就是说 它不是那么印度 刚才志祥兄也讲 对莫迪这个 印度教民族主义者 这个地方 我一定要给你处理掉 你不那么印度的时候 我就不舒服 我要扩张我的民主主义 另外一个 我高度怀疑 跟中霸经营走廊的 新建是有关 那个地方就是一个争议 就是中印 八三国 都是一个争论 就是你给我盖一条铁路 要从刮打港直通 克什 对我巴士兰如盲刺在背 所以 我觉得包含华为这个事情 刚才谈到 大概北京要怎么去制裁印度 要整个交错来看 就是说国际大的这个战略 里面的合纵连痕 对 刚提到这个 中八经历走廊这地方 北京据说已经投了几百亿美元 最主要是盖一个输油管线 因为就是如果说 它的海路上面 如果经过了南海 经过了马六甲海峡那地方 到时候南海被美军的军舰 会有任何一个钳制的话 它至少路面上是一个畅通的 这个地方莫迪这样的举动 等于是如果你要走 一带一路的这个一带的部分 国代四头之路的话 你就等于是 你最重要的地方被掐住了 那莫迪的这样做法的话 是完全 等于是美国 完全是最好的朋友了 在这边做这举动 各位你看 其实你也不要 凡事都扯到美国了 不扯美国我们话题 一度也可能在营造自己的筹码嘛 因为刚刚中达兄讲的很对啊 因为他觉得那个珍珠恋是包围他 那我当然自己也要制造筹码啊 不然我是被围住耶 不过也要补一下就是说 因为目前所计划新建的铁路 如果穿过了喜马拉雅山的话 对于印度的话 北边就无险可守 所以他把他的军队往北挪也是很正常的 对一个国家来说 那对于这个一带一路 目前在碰到这样的 不管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其他一些国家的一些 反中的一些情绪来讲 老实就经济层面来解读 基本上北京的大战略是不会改变的 当然啦 在这个情况 因为刚刚提到 十一他见证70周年 我怎么可以这个时候出任何状况 这十几年为什么跳这个时候 你说十几年为什么跳这个时候啊 對啊 我实在是不太容易去猜测 不晓得 你刚刚提到的70分 没有 我就是说 对北京而言 他如果中央政政局已经定掉 整个警惕下行压力加大 十一又是见证70周年 不管面对国际任何如何险峻 严肃的一个环境 他一定是全力去撑除他的经济嘛 因为涉及到 他内地的整个统治的正当性跟合法性 我觉得就北京而言很清楚 这会成为北戴河会议上面那个话题吗 北戴河会议 我觉得还是回到刚刚正常讲 香港应该是首要的话题 美中是第二 台湾大概是摆第三 这种周才已经很久了 对 不过他整个的建党 以及他的统治 跟整个治权的governance 这个体制的修改 应该也是北戴河会议中间 要考虑国 党建 因为70周年 他整个的治权需要去做一定程度的修改 所以看来中国大陆基本上 或许是光美中贸易的 现在看到美貿易这样 他中间的地缘关系的国家 串联起来说 我们把严重的问题 其实 这个不是一时片的电影 就不容易 对